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 记载在历代字上第十五章 我要攻读的诗题从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 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 并前夫长都去从厄比东的家 缓缓细细地将耶和华的约会抬上来 上帝赐恩与抬耶和华约会的一位人 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 大卫和他约会的立位人 并唱歌的人的首领基纳尼亚 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 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 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脚吹号 敲拔古色弹琴大发响声 将耶和华的约会抬上来 耶和华的约会抬进了大卫城的时候 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观看 见大卫王踊跃跳 心里就侵蚀她 今天我要特别分享 是有关于米甲这位姐妹 米甲是大卫的妻子 大卫有几位妻子 据说都新貌外貌都是很美丽的 其中包括了扫罗的第二个女儿 是米甲 后来她也成为拿巴的 还包括了其他妻子 是拿巴的妻子亚比亚 及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八四八 大卫其实是一个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男女关系就业的标准 环境当然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不过我们就是单纯来看 这件事情从米甲的身上 看见鼠黎的教导 大卫的原配就是米甲 是扫罗王的赤女 在圣经的记载当中 他的确他们两个是彼此相爱的 可是扫罗本身呢 他用计欺骗了这个大卫王 当他作战成功的时候回来 应该要把这个第二个女儿 米甲许配给他 结果他把他的长女呢 米拉仙许配给他 因为他这个是赐给的大卫打败 这个哥利亚的一个承诺 后来呢 他又要求 大卫除非再去杀敌人 一百个人以上 才把这个次女嫁给他 大卫他还顺服了 他还是勇敢的 这个去杀敌两百个非力士人 扫罗王没有办法 只好把次女也就作为他的妻子 米甲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非常的困难 为什么呢 他知道他的父亲扫罗 对大卫非常的嫉妒 可是一方面他非常深爱了大卫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欺骗了他的父亲 用巧技呢就帮助大卫就逃走了 这一逃走了 他们夫妻两个人 经过蛮长的一段时间 没有办法见面 难怪 所以后来没办法 米甲只好又嫁给别的人 这一段期间 大卫其实心里面还是电影的米甲 后来战争的过程都过去了 大卫成为这个以色列的国王 扫罗也因为这个上帝不喜悦他的关系 在战争的过程当中 他也实际了生命 这个时候呢 他第一个要求就是把米甲 要交还给他 所以这个他们夫妻两个人 并不是离婚啊 他们是被迫分开的 所以战争结束的时候 他要求他 要这个米甲回来 所以米甲的后来这个先生呢 一路就是跟着米甲 在后面哭泣 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 也是让人家觉得很依依不舍 自从大卫把这个米甲接坏的时候 米甲心里面当然是得到很大的安慰 他知道大卫对他不只是恩情 还是有这个爱情的 可是问题是两个人重逢的时候呢 就不一定事情都变成的是 像这个米甲一样 这么样的喜欢 这么样的环境都变得很好了 这个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什么问题呢 米甲从高处看见大卫 迎接这个约会 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竟然呢 在旁边用人眼来观看 轻死他 而且到了下一段经文的时候 特别在撒摩尔记下的 第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二十节这样说 说以色列王今日在他尘朴的病女眼前 露体如同无赖之徒 无耻露体一样 多么叫人尊重啊 这个说的话非常的酸 其实是歧视他 讥笑他 大卫没有用恶言来毁骂他 也没有怒斥他 更没有惩罚他 没有 大卫怎么说 他说耶和华已经拣选我 使我高过你的父亲 跟你父的全家 立我做耶和华民 以色列领袖 所以我在耶和华面前 做乐 做乐 跳舞 我还要更叫人轻视 并且自己看为悲相 至于你所说那些悲女 他们倒要尊重我 你看到没有 敬拜上帝 歌颂上帝 赞美上帝 对大卫来讲 即使他把上帝脱掉 此过于一谷之君 他都觉得无所谓 他要表达的是 没有任何的拦阻 我要敬拜上帝 而大卫跟弥甲的感情 就在这个地方 急转直下 后来你知道吗 扫罗的女人弥甲 直到死的时候没有儿女 他并不是患了 所谓的不孕症 而是大卫不再跟他有任何的关系 我想这就是弥甲的下场 我们从这边看见这件事情 弥甲本身 他对于属灵的功课 一点都没有兴趣 为什么呢 弥甲在他的家当中 他仍旧放着他自己敬拜 一直有一个神像 不是要往上帝 把他藏起来 这件事一直跟着他 说明了 弥甲本身并没有像大卫一样 尊敬上帝 敬拜上帝 顺服上帝 实际规定我们除了他以外 不可以有别的神 他却把这个神像放在里面 第二个是弥甲不了解大卫 他不了解 他不了解 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的尽情的来欢呼跳舞 为什么这么爱上帝的约会 他不了解 一个貌合神里的夫妻 如果没有童心的话 这是不受上帝的祝福的 最后一个是弥甲不尊重上帝 非常的恶毒的言语 从他的口中说出来 而大卫却对他一样的非常尊重 这就是不尊重丈夫的一个下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夫妻的生活本身 要寻求上帝的祝福 两个人都要同行 要彼此相爱 很多的生活的挑战 经过岁月的过程当中 都不要改变你们彼此之间的相爱 而最相爱最重力的事情 一样在神的面前 来服侍他 追求神 认识他 如此神就把这个夫妻之间的感情 能够凝聚到一个地步 受上帝的祝福 愿上帝祝福 你们的婚姻生活 阿们